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預言幼子的studio 我是妹子Pullumi 最常的實況是牛七人 那3點不知道哪裡啊 我忘了 嗯 介紹我們要去哪裡 喔 話說上一次 這張海報 這張海報好像 不知道是哪個教授說 這個最優秀的學生的生日跟他一樣 所以他的birthday是 6月19日 所以我們要去打開那個教授的 櫃子 他的保險箱 嗯 是哪一個 我記得好像是CINDY的吧 找一下 這個 對 所以他的保險箱的密碼就是 0619 0619 打開了 是拿什麼 授課什麼的鑰匙 呃 呃 哪裡 授課室的鑰匙 好 授課室的鑰匙 所以我們要回 教學大樓 先記錄一下 好 回授課的教室 哪一間啊 這間來過 這間嗎 喔 有了 筆記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有不足的地方 即使如此 我也不願意承認 正向著未來途徑的朝氣 並不 並不讓我這麼做 我想要有人告訴我 我想要有人點心我 你是個擁有的人 不足的東西 不足的東西 擁有的人 是啊 世界上有擁有的人和沒擁有的人 能實現夢想的人 以及無法實現夢想的人 又來了 為什麼頭有時候會痛 終於停下來了 你的背後啊 Davey 被抓住了 要GG了 這個怪物 為什麼要追著我跑 Davey要GG了 死了嗎 沒有死 還是死掉了 沒有GG 我還活著嗎 怪物走掉了 我想 我想他要殺了我 但是卻離開了 可惡 脖子好痛 身體也疲倦 昨天沒有好好的睡覺 得找個地方小睡一下才行 呃 能睡覺的地方 應該是 保健室吧 保健室 好像是這裡面這一間 這裡 睡覺 稍微睡一下吧 這張下去 身體撐不了了 我覺得通常小睡一下就是隔天早上的 變得輕鬆些了 好走吧 走吧走吧 走去哪裡 先寄個路 對啊 我再要走去哪裡啊 對啊 我再要走去哪裡啊 嗯 這要走去哪裡 這裡 是 沒有那個 東西 嗯 這裡呢 發學院的書籍 罪犯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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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好像是哪個老師啊 這個已經被我猜過 是你嗎 法蘭茲 摩爾 嗯 進不去電腦教室 校長弄得發火 遭透 資料室 在資料室寫研導院的時候 就那樣夾在書裡就放回去了 也說不定要趕快找到 像安德魯教授說 把自己的講師編號做為密碼 就不會忘記了 明明說過這個很危險 不過像我這樣隨便輸入幾個數字 這是一件困難的事 所以 可能被夾在書裡面 所以 被夾在書裡面放回去 所以可能是 資料室吧 就是剛剛那一間 來找一下 嗯 都沒有嗎 資料室 話說那個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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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是 哪一個 哪一個那個的 那個老師是哪一個 哪個科目的 伊格麥奎爾 伊格麥奎爾是教什麼的 我來找一下 欸 不是這個 好像是對面 這個吧 伊格麥奎爾 喔 比較法學 好 他是 比較 教比較法學的 所以我要去找比較法學的書櫃吧 比較法學的書櫃 對 這裡嗎 嗯 比較法學的書櫃 對啊 不是這裡嗎 好吧 不是你們 哲學 哲學 明法學 明法學 刑法學 刑法學 犯罪 犯罪 都沒有 這裡嗎 他到底 那個時候在開什麼會啊 他到底那個時候在開什麼會啊 在資料室寫討論會的原稿的時候 確實還在那 資料室 嗯 嗯 資料室 對啊 在這裡啊 都沒有 能動嗎 奈隆魔 犯罪心理學 行動科學的方法 法蘭茲摩爾 犯罪心理學 喔有了 犯罪心理学行动科学的方法 是记载授课室里贴的 什么 是记载在授课室里贴的纸上的书 好困难内容啊 嗯 加第一张纸 写的9981 找到了 终于 可恶 找这么久 这里 9981 9981 电脑教室 电脑教室是在哪一间呢 电脑教室 这一间吗 有了 先记录 终于 OK 垃圾快要满出来了 只有困难的文件完全读不懂这些 170988888 ID 144246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 这是什么 放了一台笔记经电脑没有通电 电脑 电脑没有通电都没有通电 这应该就这样了吧 OK 各位同学以及讲师们 非常谢谢你们的集合在这里 我们在今天正式地毕业 从这所学校离潮 希望未来前途多难 不过在学校里培养的忍耐力 让我们勇猛果断的前进 请给大家自己一个温暖的掌声 怎么回事 笔记型电脑吗 明明没有电源 此外有一件事情 即使身为代表的我 无论如何也感到遗憾 无法帮上忙 有关大卫胡佛同学的事 他身为十分优秀 有着温和性格 不管是同学或老师 都喜欢的那样的人 任何人都期望 身为我校的毕业生 他也能在典礼里 早晨光荣地 站在这里活跃着 不过却那样 把我们的期望打碎了 原因无他 就是他自己本身 他在他温柔的表情底下 一直都欺骗我们同学和老师 重新问问大家吧 他应该被原谅吗 可以宽恕他背叛朋友和老师之罪下 获得赦免吗 就是那样 他应该永远承受 为了能实现梦想而泛得的罪恶 什么东西 我完全不懂 别说了 别说了 你是个连 连年少梦想都不被实现的垃圾 没有活着的价值的人 快去死吧 胆小鬼 去死去死去死 别这样 大卫是个很温柔的人好吗 真的是 不要啊 大卫把笔电敲碎了 不对 我才不是等小鬼 我只是 干嘛 我刚刚听见喊叫声是你 直接吓死我了 喂 你在吵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也没有 吵到你很抱歉 别在意 喂 喂 你没事吧 领色铁青哦 其实有点累罢了 从很远的地方来 又没有好好地睡一觉 我没有立即跟你吵架 不用管我 给你 哈 虽然我喝 喝 有小喝的 小喝了一口 这是营养饮料 来去喝吧 干嘛突然 不用管 不用 不用管我没关系 给我喝 快点 你简直一副需要食物的脸 而且别人热情 应该就应该敢记得收下好不好 谢谢 怎么突然 之前明明说我是可疑的家伙 因为你一副 一副眼看就要死掉的脸 再说我多少有点正硬感 毕竟志愿是律师嘛 而且这里叫缘分 我之后不再叫你可疑的家伙了 打起精神来吧 当上律师之后 我可以接受你的委托 性质相当急躁嘛 不管如何 我感激的收下了 话说回来 你有看到一个 跟我差不多年纪的男人吗 男人 不过没看见 那是你要找的家伙吗 嗯 虽然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如果你看见的话 可以告诉我吗 嗯 好啊 不过我想他应该不会在这样的废墟里 啊 你可以帮我一把吗 三楼 有照顾我的 安德罗老师的房间哦 有密码锁锁住了 进不去 安德罗老师为了我做的课堂笔记 说不定还留在那里 如果你打开了 可以告诉我吗 嗯 我知道了 待会见 我还要在附近稍微昏晃 你情况看起来很糟 不要太冥想自己哦 你也小心点 遇到怪物的话 不管怎么样就逃 又是那件事 知道了 知道了 我有带防身的刀子 不要紧 来啦 第一其实还不错嘛 什么啦 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好的家伙不是吗 获得营养饮料 刚刚密码是多少 嗯 144 246 记录 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边结束咯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系列 如果你觉得影片还不错的话 可以在影片下方点个喜欢 想起收到最新的影片之心 可以订阅YouTube频道 有任何意见 欢迎留言下方的评论榜 谢谢大家收看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